今天中国海军太原舰从舟山某军港截篮起航 应邀参加日本举办的国际舰队越舰式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舟山某军港 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太原舰 即将从这里截篮起航 代表中国海军首次参加在日本东京向萌湾 举行的国际舰队越舰式 随着起航命令的下达 海军太原舰携舰载直升机一架 和200余名官兵驶离军港码头 此次国际舰队越舰式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办 10月中旬在日本东京向萌湾海域举行 来自中国 美国 英国 印度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加坡等 7个国家的10余艘舰艇参加 此次任务期间海军太原舰将代表中国海军 参加军事护访 海上越舰式 文化体育交流 组织舰艇 对外开放 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将与相关国家海军深入交流 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 促进彼此的合作与互信 参加此次活动的海军太原舰 是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新型导弹驱逐舰 满载排水量6000多吨 弦号131 2018年12月入列命名 该舰配备有相控阵雷达 导弹 鱼雷等先进武器 集成化 信息化程度高 隐身性能好 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